好 人的言憤實在很難說 就師庭長這麼漂亮對不對 這個知名度這麼高 那麼條件這麼好 但是到現在30通費也還不夠 你這樣總共像過幾次 真正的兩個人彼此都知道 要介紹我們認識大概四次吧 從二十幾歲到現在四次 你不是希望說 南方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嗎 人家做建商不可以 我的個性就是很高怪 我希望說因為我唱了二十幾年 我會覺得唱歌很想休息 我會希望說以後要找的對象 就是不要讓我一定要唱歌 才可以維持家庭生活 所以我會希望說有經濟基礎 可是幫我介紹的這些朋友 條件對象都很好啊 可是我就是這種很古摸的個性 在相親的時候就先走起來 對 前陣子去年吧 大年初 彩華姐就幫我介紹一個 從上海的朋友 她大概快五十歲了 然後因為年輕的時候都在拚手 她大概快五十歲了 你知道這句話有什麼問題嗎 對我們都很傷 真的嗎 難怪我們沒有感覺 對你有什麼傷嗎 你已經五十了 後來呢 對方就是感覺也還 台灣人嗎 還是上海人 台灣人 但是她已經過去上海很久 他們就是做房地產失業 聽說有好幾十棟房子在上海 都是在出租這樣子 然後那個男生一到 哇 整場都不會冷場喔 就是她一直就是 她就一直在講話 然後一坐下來 她就開始說他們家是怎麼樣 她從小她媽媽啊 就是管她多嚴格啊 她沒有出租嗎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嫁妻 怎麼會有好意思 我跟她問那麼多 對啊 然後她就是講說 所有她們家的一些小細節 都讓我很清楚 她講了一句重點 她說 要結婚了嗎 我在想要有一間房子 百幾歲 跟她總風 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我突然間覺得壓力好大 我會覺得我都不認識你 然後你跟我講了這麼多 但是她講一個重點 她說因為我這個婚姓 我想要快娶婆 所以我就考慮我回去 我就才華姐有打電話給我說 那你覺得這個男生怎麼樣 我說她條件很好 可是我覺得她好像急著要娶老婆 我的個性就是沒有跟你 就是說有認識一段時間 我覺得馬上跟你交往 我會害怕 我也去跟她拚 去跟她拚拚到 對 而且我覺得她太好 有時候好好的人的飯 我們不一定就趕不去 對 你又要有精進以前說 我愛太好 所以說應該是愛民心 真的 妳現在變老了 收拾在家裡說人家炫富 對 沒有 說幾六台 牙醫呢 牙醫可以嗎 牙醫也可以啊 可是我現在會一個疑問 就是說很多男生到四十幾歲 條件那麼好 為什麼還沒有娶老婆 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現在只要朋友 跟我說我有一個朋友 我調查結果我說 有哪裡顧照還是說有沒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因為上次有人介紹一個牙醫 然後我跟他講話 所以我就發現他很奇怪就講話 他男生頭髮不像女生這麼長 可是他大概到這裡他就這樣子 黃小姐 我告訴你喔 我覺得男生怎麼會有這樣的動作 那個男生喔 對 在玩頭髮喔 對 他就是會玩頭髮 緊張吧 我不曉得耶 然後跟他講話的時候 因為他有在打高爾夫球 那時候我剛好也有在學習 我說那改天啊 我們可以一起去打球啊 他說 喔好 那我要問一下我媽媽 打球要問一下媽媽喔 對啊 那我想你四十幾歲了耶 那還要問一下我媽媽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這個男生我想應該不太適合 對 因為喔 如果他就 就是說很獨立很成熟 他會說那最好 我們可以一起去打球 對不對 那是增進感情最好的機會 兩個人可以獨處嘛 結果說還要問媽媽 對 你 我問天內翁立友他也沒出 你也沒嫁 不然你兩個得到的 割後割亡 有人你把你撒作堆耶 立友他很好 說真的 其實我曾經也有考慮過說 立友耶 人家叫他立友耶 因為我們很熟啦 因為我媽媽也問我說 那翁立友好像不錯耶 不然你看 你考慮看看 我媽媽其實跟我講過這句話 但是我覺得立友他是金牛座 然後本身他家境以前 是很貧困很貧困 所以他很缺 那每次我覺得他 你多少缺 喔 他會缺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出國去演出的時候 然後飯店不是我們房間都有水果嗎 然後要檢查到回來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 欸 你房間水果有吃完嗎 我說沒有耶 不然你幫我包回來好不好 然後之後下樓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揹了一個袋子裡面 有可樂 有餅乾 還有還有什麼芭樂香蕉一堆 我說你怎麼揹這個 我愛的冰箱耶 對 冰箱裡面的 免費的 對 房間免費的 對 房間免費的 這吃不完怕算 不然我們把牌回來好啊 對 我就覺得 嗯 這樣的男生 會不會太太欠 那以後我是不是 如果真的跟他在一起 以後出國 是不是要揹這些東西 然後辦桌啊 是不是還要幫他打包 這些東西回來 對啊 對啊 我們跟他說未婚女性 親手女有62萬 30到39沒有結婚的男生有多少 80幾萬 所以男生也很多 就要說一倍一倍 還要從外面 你想一想嘛 有那麼多的女生沒有結婚 就表示有更多的男生沒有結婚 因為重男輕女 男生的生育率會比女生高一些 那麼多女生沒有嫁出去 就表示很多男生沒有娶到啊 1比1比你毛62萬嘛 對不對分換不是1比1 其實我有去過上海啊 上海的女生啊 坦白講你30到39啊 有超齡大聖女了 沒行情的 因為25歲之前是最有行情 所以25歲之前結婚得很多 真的非常多 所以25歲以前交那男朋友 就是房子要買她的名字 上海女生 然後那個存款 薪水要進她的戶頭 因為丈母娘會出來講話 那你到26歲分手呢 再交的時候 因為已經26了 我現在講的真的是個案喔 他26歲就分手了 所以再交一個這個 就說不用買 有房子就好了 OK 薪水不用會進來 結果交往了這個三年 這個男的呢 又跟他分手了 OK 他眼看29 不好早 不好早就晃了兩年 31了 到31的時候 然後有體溫會呼吸 對 就可以 31在台灣 其實行情還挺好的 對 對不對 在上海已經是沒有行情 真的沒有行情 所以他們壓力非常大 所以他們女生 其實我普遍看上海女孩 跟台灣女孩 比如說都是二十幾歲的 他們很拼耶 他們的工作也很拼 對 台灣女生有時候還滿夢幻的 就是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真的我覺得還有點太浪漫夢幻 所以有時候他不覺得這很急 他還在追求真愛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就是說 在看男生的時候 你會觀察他什麼 左腳 當然就是一般的 他的外表乾不乾淨 再來就是說 例如說掛嘴巴很重要 對 這個一定都很重要 對 就是外表要乾淨 再來 牙齒呢 當然我不能有牙垢啊 牙醫一定好的啦 對 就是我覺得牙齒不能夠有牙垢 還是說吃飯啊 然後這邊就是釣一下菜喳 我覺得那對我來講 其實都會是扣分的 那再來就是說他 我剛才剛才有一個女生 她說奇怪 她那個男生真的不錯 但是她就有一個天生 就講話講講講講 這裡的那個什麼 北部 有北部 其實我也會 這個也是在分數之一耶 那個會那個會 對 說整齊全撥嘛 整齊全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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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要撥喝點水 有一種人會講話 講講講講講 最後這裡有一點點口水 撥啦 口水 所以他就說 那沒辦法 真的一世人這樣沒辦法 我也覺得沒辦法 但是現在我有告訴自己 強迫自己 很多條件要放寬 不要再去 偶爾可能抖點 就是說頭皮屑 偶爾抖點腳 我覺得抖腳殼還不行 但是呢 這是頭皮屑 我跟你講 四五十歲的人 不太有頭皮屑 三十五歲以後 就很少有頭皮屑 真的真的 不是 真的就 親人代謝的關係 所以那個不在 你考慮範圍內 但是你會看他的指甲 對 我覺得那是 愛不愛乾淨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老公 他可以說他老公 在結婚之前 他的床鋪是一個人形字 為什麼人形字 因為他就是不太喜歡洗澡 所以他睡覺的那個床單 五魂喔 對 就是一個人形這樣子 我說天啊 你老公之前婚前是這樣子 他說婚後 他就是一直告訴他 不可以不洗澡 每天睡覺以前一定要洗澡 這沒辛苦真的說不定 對啊 你剛剛講五十歲 在日本五十歲的男人 會被嫌棄耶 會 還要叫他們用特殊的方香劑 因為他們有那個 家齡臭 家齡 就是年紀大的一種臭味 那有些小朋友 特別喜歡那種香 就是那什麼 我媽媽說老人 老人片 五十歲怎麼會有 那個人會抗議喔 這是什麼 這是因為老人的新陳代謝 你在排氣的時候 或是排毒的時候 你的口氣跟你身體 自然會釋放一些味道 對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些人是無法容忍 包括日本人 他們最討厭氣味 所以他們對那個味道 他們非常堅持 所以有特別專注吃 CALENSU的藥 還有CALENSU的口香糖 還有CALENSU的洗澡 都有在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子 讓人家覺得你舒服 這個還滿重要的 比方說你明知道自己有體味 你不設法把它蓋掉 因為你就對這個人很不禮貌 人家怎麼跟你相處 對不對 跟你相處充滿壓力 看到你的牙齒有肉屑 你明知道要來相親 你還讓牙齒有肉屑 你就知道說 如果你沒有來相親的時候 你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有肉屑你也動不了 我覺得還有就是 講話那個氣味太重的 其實像我會隨身攜帶 口香糖 還是口氣的芳香劑 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較不會 去注重到這個方面 但是我覺得 那個都在我的分數之一 我也有人想說 我待會有人說話很近 口香糖要嚼一下 我先休息這款 日本有吃的嗎 有 有吃才有吃 50歲就又開始燃了 吃完身體會變香喔 真的嗎 水果香